他要給了Marco Marco小心能夠加速 裁判給12碼球 哇 所以這是趙明修進軍內犯規啊 今天這把裁判是游明遜 趙明修現在過去的海 因為趙明修覺得自己好像有 去擋到了這個有預測到位置 看一下 好 其實看起來這個球就是屬於 可能裁判的他的一個權限 因為趙明修感覺上剛剛也幾乎到位 有點像是把 他是面對著球的情況 然後有點把去擋住了這一個 Marco的行進路線 好像不是說Marco已經要過他了之後 他才靠過去 對 慢一步的感覺 其實這個判法真的是 還是真的還是以裁判組裁判為主 但是我們平常可能不是在現場 可能比較不讓你清楚 好 現在看一下Marco的左腳射門 在0比1落後情況下 北市大同 球也有什麼樣的感覺 有其是剛剛 他才面對Marco這一次 哇 結果 我們這樣出席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擋住Marco 哇 結果最後是讓球 幾乎是直接滾進了空門 真的是Marco這種 拖車式進來 強度關山 這樣子的一個強度 完全是台體的後防線 被他一個人給衝垮了 2比1的比分 Marco這個爆發力真的是很好 哇 所以 所以你們這樣撲下去的動作是不是 其實一個好的前鋒在這個位置 什麼球來的就是要進這邊看一下Marco 空門了又 哇 還是可以 這個空檔對他來說大到 還可以順回自己的慣用腳 在比賽的第65分鐘 大同是再下一層 而且幾乎是在1分鐘之內連進2球 這個漂亮的直線傳球 讓Marco有 也在非常的冷靜 他可以過門降 李炳翰最後用左腳 牢牢的把球給送了進去 完成 他在本屆 這樣子的球其實都可以有作為攻擊的機會 提醒了場上的球員 這時候 安宜恩退場 現在是把 我們的羅氏兄弟呢 現在是換上了羅智安 稍早呢 是弟弟羅智恩先上 現在35號羅智安也上場 這是頭錘破門 Marco在這場比賽 把他的一個帽子戲法呢 繼續升級變成了大四喜 在這場比賽 剛剛是堅硬到了張豪偉的左特腳球 頭錘破門 現在北市大同是以無比領先了台灣體大 我在 丁仁這邊好像太容易就被Marco從後面繞過去了 其實Marco這位選手真的是 不管是身材或是體型 其實真的是 開